第40题,小心结束快乐的洗澡时间,拿起挂在吸附墙壁的塑胶吸盘上的衣服,吸盘牢固不动如幼土,下列叙述何者错误,吸盘质量忽略不济 那么我们晓得我们这边的衣服有一个重量向下,那么它没有动,那就表示有受到的力量向上,那这个力就是所谓的摩擦力 所以选项A说,换成较大吸盘挂同一件衣服,则吸盘所受的摩擦力不变是对的,因为我们在这里不会动的时候,就表示我们的摩擦力会等于我们的重量 那么我们同一件衣服重量一样,所以摩擦力会一样,所以选项A是正确的,选项B说,吸盘此时所受的摩擦力向上是对的,因为我们重量是向下,所以摩擦力向上 我们两力要平衡的时候,大小要相同,方向要相反,就用在一条直线上,所以重量向下,摩擦力就向上,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说,若让空气进入吸盘中使吸盘直接落下,从吸附到落下的过程中,吸盘所受摩擦力变小是对的 因为这时候会掉下来,就表示向下的力量会变大,本来是上下力量一样 但是向下的重量还是一样,就表示向上的摩擦力变小了,所以合力就变成往下,所以往下掉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选项猪说,吸盘所受的大气压力抵消衣服所受的重力是错的 第一个压力不是力,压力是力要处于面积,所以压力是不可能会跟重量力量互相抵消的 那我们跟重力抵消的是我们所受的摩擦力而不是大气压力 选项猪是错的,因此第四次提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吸盘所受的大气压力抵消衣服所受的重力 我们来做猪,吸工资力抵消息